哈囉,你好,我是台仁,歡迎鼓鼓呂思維 哈囉,我是鼓鼓呂思維 帶著全新的第三張專輯來到馬來西亞的心情如何? 很新鮮,因為其實已經有六年沒來 然後其實這第三張專輯,前面還有一張專輯 所以等於有兩張專輯,但因為這次來 這次來還沒有機會辦那種像簽授啊 或者是演唱會,所以希望下一次來是可以表演的 所以之後馬來西亞的可能粉絲啊 會有再多一次的機會有這種可能簽收記者會啊之類的嗎? 希望,希望要有,因為兩張專輯的歌還蠻多的 那說到跳舞在米蘭的這張專輯 為什麼一定要在米蘭跳舞? 蠻好奇的 跳舞在米蘭這首歌是這張專輯最後寫出來的歌 就稍微用這首歌來總結這張專輯 然後跳舞就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然後大家如果聯想到米蘭的話 就會想到一些時尚的天花板那種感覺 對,那我這裡面歌詞在寫的東西 其實跟跳舞或是跟米蘭沒有絕對的關係 它只是在講是現在的那種消費型態 就大家可能會喜歡去買一些東西來犒賞自己 物質上的東西 對,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然後像我們華人常常會不好意思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我擁有這個東西 被朋友看到會不好意思 但其實我是希望這首歌是鼓勵大家對 其實沒有關係的 好,那另外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她一定喜歡你這首歌 然後裡面就是有小S的女兒嘛 對,莉莉 那為什麼這次會找她合作? 我覺得她很棒耶 對,很厲害 她在馬來西亞也非常紅 我很驚訝 因為她年紀很小 對,然後 第一個是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時候 她非常的有禮貌 就是家教非常好 可以這樣講講 氣質很好 像媽媽 家教真的很好 她是非常 對,我有點嚇到 因為她太成熟了 讓我覺得她已經超懂事那種 媽媽教得很好 家裡氣氛也很好 然後再就是她蠻 她在某一個狀態她是 藝人的樣子我覺得很棒 可是她在某... 非常的專業 對,非常的專業 她也很敬業 對,她很敬業 因為裡面還是有一點點台詞嘛 對,所以她好像花了一個晚上 就是跟那個S姐一直對那個台詞 然後S姐有教她很多 S姐有說 好啦,我來演 呃,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S姐還是可以演 她演學生還是沒有問題的 對 好,那我之前還有看到就是有報導說 可能谷谷最近好像 欸,這段時間有想婚的打算 想婚還好啦 還好啦 還沒問完就還好啦 還好啦 還是以你的風格是那種閃婚的 就是突然間宣布告訴大家 我們結婚了之類的 喔,我不是閃婚的類型 我一定 我做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計畫的 當然我很喜歡製造驚喜啦 對,我很喜歡製造驚喜 所以我其實常常都不是 不會在那個 就是節目上面透露太多 就是私生活 是因為被她看到很多東西 驚喜就沒了 對 所以我都會盡量忍 我是一個超會忍的人 那為了 比如說為了要準備一個驚喜給她 我會 我可以忍半年 有試過嗎 就是什麼驚喜給她 可是是藏得很深的 很多欸 其實很多 其實蠻多的 就是她 她好像很喜歡一雙鞋子 那你要很仔細去聽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平常在講話的時候 她不小心講出來 如果比如說我好想要這個 然後我就給你這個 太無聊了 對 這個樣子生活真的太無聊了 就是她聊到 就是我比較喜歡 這樣子的 的 相處模式 哈囉 爸爸Rossy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鼓鼓呂思維 我最近發行了我第三張 創作專輯叫做 跳舞在閩蘭 然後在11月18號 我會跟蕭秉智一起在新加坡做演唱會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我的Facebook 或是我的Instagram G-Boy Swag底線Official 想要知道更多更爆更Hit的消息 記得鎖住 爸爸Rossy 我們下次見 我最近出了我第三張 匠皮 叫做 跳舞在米蘭 一般說大家可以來聽我的心肝 好 笑笑笑笑 拍拍 來 用一用 奧球衝過來 衝過來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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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